某天Honey老師又買了新的模型 他很開心的回家 YA 要來組模型囉 嗨 那拿起我們鉛子來撿吧 咦 為什麼要有一個洞 又是誰又還有一個鉛子 好啦 沒事 那 我丟臉了 哈哈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鉛子 那鉛子呢 這個東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或者是說 在我們的生活科技教室裡面是非常常見的一類工具 那就像各位目前在桌上所看到的 我們有非常多不同種類的鉛子 從用來撿物品的 到用來夾持物件的 有非常多種類 而這些呢 只是我們所有鉛子裡面的冰深陰角而已 那我們還有非常非常多 不一樣類型用在不同環境 不同的加工項目裡面 所使用的鉛子 總之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些東西吧 好 那首先呢我們先看向右邊這邊好了 右邊這邊呢 是一般我們用來加持物件的一些鉛子 好 那包含各位可能在家裡很常見到的這類型的撈戶鉛 好 撈戶鉛 那它的特色呢是它有比較粗的一個頭 可以用來簡單去加持我們家裡常見的一些釘子啊 或者是施工的時候我們可能要 剪掉一些電線 比較粗的電線 好 我們可以使用這上面的地方做處理 OK 五金行可能買到這種黃色餅的 OK 這兩種本身都可以 都可以 這都屬於我們家裡常見的撈戶鉛 好 那 進入到我們生活科技課程裡面的電子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用到這類型的東西 那這種東西呢 通常都會蠻小的 就是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去加持一個電子元件 我們可以簡單快速的去把一個電子元件 夾起來 然後做動作上的調整 那可以注意到它基本上 前方呢會是一個比較尖的狀態 一方面我們去做加持 那有的呢這邊會有刻痕 那像這把的話 上面它本身是沒有刻痕的 不會在元件上面產生一些痕跡 就是我們直接夾著就可以使用了 這兩類呢基本上 右邊 這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或者是一般簡單加工上比較常用到的元件 那這裡呢我另外放了兩把比較特殊的 像這把 這把前面呢是塑膠的材質 OK 所以呢假設我們今天在夾一些塑膠類型的東西 我用力去咬 夾住 可能我用了虎鉗之類的 我用力去咬住的時候 上面可能會有些傷痕 所以呢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這種 前端是塑膠的剪鉗 去加持它 去用它 好 這樣子 它就不會產生傷痕了 那當然 所有的剪鉗 所有的鉗子 再用一陣子之後就要做替換 OK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這一把 這個是恐龍牌的 恐龍牌的 一個 專門用來拆 已經壞掉的 螺絲的 一個鉗子 可以注意到它這邊 這邊是有開口的 好它側邊前面這邊也有開口 OK好 那為什麼要設計這樣子 就是方便我們這樣去夾 夾了之後去做旋轉 好所以像現在這樣螺絲就卸下來了 那這些呢是 用來去夾持物件的鉗子 好 我們一般用在 剪 裁切物體上 所要用到的鉗子 好 那我這裡擺了呢 有幾類型的東西 首先最左邊這個 這個是用來剪那個 金屬板 或是比較粗的金屬的 你會看到它的餅啊 就是濕利幣與抗利幣 OK 然後我們這邊也可以看到它的金屬非常的厚 這個也是避免 它在剪比較厚的物體的時候 造成損壞 那接下來呢 這一支 和這一支 這兩支呢 就是我們通常在生科教室 或在家裡面 會比較常見到的一種 這兩種呢 都屬於電子類的 我們可以用它去剪 電子的 角 好像是我們這種電子元件的角 我們可以用它去剪 用它去操作 可以快速的 把它剪斷下來 那這把也是我比較常在用的 然後 它聲音就會聽起來比較乾淨 比較清脆 那另外這邊呢 就會聽起來比較低一點 如果您自己在使用這種剪鉗的時候 有聽到它的聲音比較 就是 沒有那麼清脆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替換 那這邊呢 還有一種 是我們有來做示範的 那一般 那個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在賣場去買的時候 會 跟這種老虎鉗 擺在一起的 那那種呢 是屬於電工用的 假設我們原本知道 我們可以 我們應該要用這兩把去剪 可是我們找不到材料 找不到工具 我們拿了 這種剪鉗去剪的話 那接下來這個錢就會壞掉 就會壞掉 那比較明顯的我們可以看到像這邊 這邊我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辦法看到 這裡前端 前端這邊呢 它其實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缺角 前端這邊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缺角 這個呢就是拿它去剪一些比較粗的電線 所導致的 那它本身是沒有辦法去剪 這樣子的材料 好 基本上我們在買 買這些剪鉗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去查到 它官方網站上會說 那這把剪鉗 好像是這把是YM4 YM4 GOT的YM4 OK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去查到說 它 可以剪的最大的限徑是多少 並不是說 今天所有的錢子所有的工具都可以用來替換 並不是這樣子 並不是這樣子 最後呢 我們就來看到這個 這一把 這把呢 跟前面幾把不太一樣 這一把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寫了一個 For Plastic For Plastic 那這個是模型用的剪鉗 是模型用的剪鉗 好 那其實呢 過去在上課的時候我都會提供給同學們去 看看玩玩 對 但因為這把一定是我壞掉的 第二把 這把 OK嗎 好 這把就單純 是給塑膠加工使用的 好 那如果我今天拿它去剪 就算最細最細的 電線 不用它剪 它上面都會出現缺角 就像這邊 看到 上面這邊有一個缺角 好 好 好 那這個東西 像這個Tamiya的 這種模型剪鉗 120 1200多塊 好 它單價已經比其他這些像這種 這種100多塊 好 那這個300塊 好 那這種 也是幾百塊就有了 這種都幾百塊就有 然後這種呢 它前面的刀刃呢 它是比較利的 它為了要讓模型剪的時候 它表層會變得比較光滑 可以讓表面處理的比較漂亮 所以它的刀刃做得非常的銳利 那也連帶的印象 它沒有辦法去剪太硬的東西 這些是我們通常在使用的一些 剪鉗啊 鉗子啊 工具 那 同學們如果 你們自己 自己 在家裡 有想要 就是 幫自己做一個工作間 工作室的話 那個人建議 通常可以先以 電子類的 來進行購買 那如果您本身是玩模型的 模型剪鉗要買 那這兩者呢 務必要把它分開放 就是 當然我們自己在使用的人 通常是不會拿錯 但如果呢 今天有其他人拿錯的時候 明明就會非常心痛了 OK嗎 好 那 以上 就是 我們次的影片 希望大家不要再拿錯了 OK 謝謝 掰掰 可以 別人 看